小鹅刚刚洗完澡,正在捋干自己身上的羽毛。 一身羽毛都是湿的,站起来了。 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小鹅都快三个月了。 当初毛茸茸的小鹅仔已经长成了一只漂亮的大白鹅。 现在一身的防水羽毛差不多都长齐了。 站起来呀呀。 它把这里分泌出的油脂抹在头部。 然后利用头部再把油脂抹在自己的羽毛上,这样不断重复直至抹完全深羽毛。 被抹过油脂的羽毛上就形成了一层防水膜。 这样它的羽毛就不会被水打湿了。 那我们也看得到这个羽毛。 正在那它们是在香港的羽毛上、 而我们就看到这个羽毛上的羽毛上有继续紧的羽毛。 进行复权子的羽毛上。 即使是这一条羽毛, 对,很多羽毛上的羽毛上的羽毛上也行。 是在那里面的羽毛上。 如果borne羽毛上, 这就是要不要 hom现在的羽毛上有继续。 我逐来继续于羽毛上的羽毛上我们。 但是它是在那里面的羽毛上的羽毛上的羽毛上。 小狗 感谢观看